防疫不留白 学习不停烦 如煮Channel V 请问你们觉得你们有长大了吗 长大 有啊 我的衣服都变小了 真的哦 那你觉得长大要会做什么事情啊 长大要会 我会自己吃饭 长大就是要会自己吃饭哦 而且我什么都不挑食 什么都愿意尝试 而且不用给爸爸妈妈喂哦 我会自己吃饭 我会自己折衣服 我长大了 我会自己折衣服 先把它对折 然后再折起来 折好了 我会自己穿袜子 我会自己穿袜子 好 这是我的脚尖 这是我的脚跟 我们的袜子 脚尖的部分 好 这边是脚跟 那弯弯的地方就是脚跟要朝下哦 把两只手 把这个袜子口撑开 像这样子 四只手之头 把这个袜子呢往上卷 卷到脚尖的部分 然后我们要从脚尖的部分开始穿 好 把脚尖穿进来 好 穿到脚跟的部分呢 我们要把脚跟抬起来 然后再把袜子往上一拉 这样就完成了 好 另外一只脚也是哦 一样找出脚尖跟脚跟的部分 脚跟的部分要往下 然后两只手 伸进去袜子口把它撑开来 像这样子 然后四只手之头 把袜子往内卷 卷到脚尖的部分 好 一样从脚尖的部分开始穿 好 钻到脚跟的部分 脚尖抬起来 再往后拉 上拉 上去完成了 我会自己穿鞋子 我长大了 我会自己穿鞋子 先把鞋子摆好 有开口的地方 要朝外面摆哦 好 先打开 把我的一只脚穿进去 然后要粘好哦 再把另外一只脚的打开 然后把脚穿进去 粘好 这样我就穿好啰 上完厕所 我会自己擦屁股 长大了 我会自己上厕所 自己擦屁股 这个是马桶 上完厕所之后呢 我会先抽两张卫生纸 将卫生纸对折 再对折 然后把屁股掐起来 卫生纸放在屁股上面 从下面往上擦 诶 还有便便呢 那就需要再擦一次哦 再擦一次 哇 已经没有便便了 表示我已经擦干净了 再将卫生纸呢 丢到垃圾桶里面 这样子就成功了哦 我会自己穿衣服 我长大了 我会自己穿衣服 首先先找到衣服这里的标签 然后两只手把衣服往上卷 卷出一个洞洞之后呢 把头靠进去 好 然后呢 再把一只手伸出来 另外一只手 也伸出来 衣服拉一下 好 这样就完成哦 我会自己脱衣服 我会自己脱衣服 脱衣服的方式有很多种哦 那今天我教其中的一种 首先 双手把衣服的下白往上拉高 然后一只手 撑住这个袖口 把手伸直 然后缩回来 然后衣服要挂在肩膀上 然后再把另外一只手伸直 用手 撑住这个袖口 把手伸进来 一样把衣服挂在肩膀上 然后两只手握住衣服的领口 往上 把衣服脱下来 然后 这样子 我就脱好了哦 我会自己洗完 我长大了 我会自己洗碗哦 先把水龙头打开 不能开太大 把我的汤匙洗干净 夹好汤匙刷一刷 汤匙洗好了 先把水龙头干掉 好 把汤匙放旁边晾干 再把我的碗洗干净 水龙头也要打开 不能开太大哦 好 把拆瓜布夹在我的旁边刷一刷 好 汤汤水 我的碗也洗好了 放旁边晾干 这样子我就完成了哦 原来长大要会这么多事情啊 那我要更认真练习 帮忙做家事 这样子啊 我才可以升中班或大班哦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对自己负责 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 就是长大的表现哦 小朋友 如果你们有做刚刚的事情 请记得叫爸爸妈妈帮你拍照 回传给老师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